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耶稣听说若汉死了 就上船独自退到荒野 群众听说了 就从各层悟行而来 跟着耶稣 耶稣一下船 看见一大伙群众 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到了傍晚 门徒到耶稣面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 时候已不早了 请你遣散群众 叫他们各自到村庄 去买食物 耶稣却对门徒说 他们不必去 你们给他们食物吧 门徒对耶稣说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耶稣说 你们拿来给我吧 耶稣于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 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 望天祝福了 把饼掰开 递给门徒 门徒再分给群众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 收了满满十二框 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 约有五千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的心 与耶稣的心一样该多好啊 同样是看见了一大伙群众 除了妇女和小孩外 约有五千 耶稣大发怜悯的心 门徒却没有 他们想的是如何遣善群众 让他们自己解决饮食问题 由此可见 耶稣的心态 与门徒的心态 正好相反 看到这个差别 我们有什么反思呢 耶稣的爱 是纯粹的爱 纯粹的爱 只有爱 没有顾虑 没有焦虑 没有排斥 只是专心的爱和付出 不计回报 慷慨大方 门徒的爱 使门徒感到震惊 他们马上回答说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通过这个简单的对话 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耶稣是有意 如果身边发生的事 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总会先绞尽脑汁 去想办法面对 而较少是先把它交托给主 求主 求主引领和祝佑 总是等到无能为力时 才会想起来 求主帮助 当我们看到身边的大部分人 并没有信仰时 心里会如何想呢 如果耶稣说 你去给他们分享信仰吧 你又会如何思考呢 可能我们会像门徒一样 可以找到很多理由 推脱掉这样的负担 因为我们根本想不到 五个饼和两条鱼 能做什么 接着 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 显了大奇迹 使门徒们懂得 要走出自我的思想 更要信靠天主 全心全意的爱群众 才能跟随耶稣 所以五饼二鱼的奇迹 坚定了门徒们的信德 又进一步 使他们认清了耶稣的心意 爱就要无所畏惧 更要懂得信靠 主耶稣 求你加强我们的信靠之心 激发我们的爱人之情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